前面第三个 趋入佛的所转佛法 趋入佛法之愿 第三个 三世一切诸如来 欲比无尽 欲严海 横转离去妙法论 我生智力普朗如 意思就是说 未来过去三世当中的一切如来 他们用无尽的语言海在每一个众生面前 各个众生面前实现不同的 各种各样无量无边的语言 像大海一样的语言 那么这样的语言很是在不同的世间当中 转无上妙法的法轮 三世诸佛用无尽的语言来广转法轮 过去的佛也是用他的语言来转法轮 现在的佛也有转法轮 未来的佛也是转法轮 那么这样转法轮的时候我们很多众生 当时都是没有接触 没有听到 很可怜的 但我们在这里发愿的时候 我生智力普朗如 我用甚深的智慧能取入 佛陀所广转 三世诸佛所转的法轮意义 就是因为我有智慧 我有深深的智慧的话 我可以取入如果我没有深深的智慧的话 恐怕不能取入不要说是三世佛转法轮 幼儿园的老师他在转法轮的时候我们都听不懂 有时候很可怜的 我们众生智力太浅薄的时候就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愿的时候 要三世诸佛在无边的众生面前宣说无量的法门 广转法轮的时候 让我们用自己的信心和智慧来取入 即使不可思议的法也可以得到的 好像《佛说话术经》里面也说了 诸佛难思议 法亦难思议 不可思议的意思 若能行之则 报亦难思议 如果能行之这样不可思议的佛法 那它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 让我们说 好像我背的那个偈颂稍微有点差别 说是 藏文里面的教证是这样的听懂了没有 不懂也是活该 不能是活该 活该是个很不好的 其实我们真的要介入这样佛的境界 能转法论的这样境界是非常有功德的 《大乘密严经》 以前我也介绍过 《大乘密严经》是非常甚深的一部经典 如果我们读了 我们看了也是能趋入很深的境界 其中也讲了佛陀的境界 无乎大乘法 妙法不可思 无乎大乘法 妙法不可思 《大乘密严经》 佛子应顶利 大乘的妙法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我们知道如来这样的不可思议境界 能趋入 能顶礼 能欺恭敬的话 那么自己也是同样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我们一讲起来 这些《普贤行愿品》里面的 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还是需要信心的 我经常想 《普贤行愿品》 不管念诵的人 学习的人还是受持的人 都是要纯纯的佛教徒 尤其是大乘的 根基比较好的佛教徒 才可以能接受的 如果一般稍向拜佛的 或者半信半音的那些所谓的佛教徒 恐怕这么深深的境界连可能读都不能读了 即使读的话 里面这么深深的境界谁能接受啊 谁都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当中应该发愿 我们现在不要说三世 释迦牟尼佛第一转法论的时候 我们没有趋入他的境界二转法论和三转法论 都没有缘分见到 但是不过我们现在还是有缘了 佛陀三转法论的教义 我们有学习的机会有结束的机会 希望我们但愿未来的时事当中 自己得到了真正菩萨的境界 如果我有了菩萨的境界 那么三世诸佛的转法论 佛法的甚深意义 以我的深深智慧完全可以趋入 完全可以接受 那么这个偈颂主要是讲到第三地菩萨 法光地的境界 因为诸佛的智慧能转法论的话 那么就像阎光一样遣除众生无名的黑暗 这个时候相续当中的很多不忍耐的邪见可以去除 所以法光地有这样的功德和特点 因此这里面都讲到了法光地的境界 就是法光地的境界 所以我们自己也发愿让我真正获得 这些佛陀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现在天天这样发愿 这样念诵的话 将来肯定会展现的就像有些小孩子 先让他好好念《弟子规》 《千字文》让他念 现在念的时候根本不懂 给他讲的也是没办法的 然后他长大以后 原来我念诵的时候其实还是对我有利的 我们当得一地菩萨 二地菩萨的时候一回忆 原来在一个破经堂里面我们天天念 其实这个还是对我的菩萨经历来讲确实是有用的 会发现自己各方面的一些功德或者经历 今天讲到这里